法国人为什么会放弃路易斯安娜 路易斯安娜对美国而言又意味着什么 第七视频带你回顾那场曾彻底改变了美国国家命运的重大交易 共和党的首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 将自己在1800年战胜约翰·亚丹斯 视为了同1776年一样的真正的革命 而当他的支持者们都认为他将改变临班党 打造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强国的梦想 会让美国回归到一个单纯的农业共和国 摆脱欧洲的各种阴谋之时 这个男人却做出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系列举措 1800年也就是劫匪逊任职的第一年 法国与西班牙签署了第三次圣伊德翻锁条约 重新取得了对路易斯安娜殖民地的主权 虽然遥远的北美大陆在法国人看来跟火星也没什么区别 但高超的军事素养还是让拿破仑意识到 路易斯安娜能够控制连接北美中西部大动脉的密西西比河 他的战略价值非同一般 不过拿破仑虽然拥有改写欧洲历史的能力 但到底要不要去征服大洋彼岸的这片土地 他显得有些犹豫 也是在拿破仑犹豫之际 巴黎与马德利的这笔交易被美国人获悉了 当国务卿麦迪逊将这份报告递交给杰斐逊以后 杰斐逊坐里南安 路易斯安娜的拥有者如果还是弱小的西班牙 美国人可以接受 但要是换成了强大的法国 美国人无法想象 在这足以改变美国历史走向之际 一个男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做罗伯特·李维顿 李维顿是个天生的鼓动者 他很早就开始鼓动法国人将路易斯安娜卖给美国 加上当时的法国还流传着因法之间将会爆发新的战争 会导致法国失去某些殖民地的传言 受李维顿的鼓动和流营的影响 一些法国政客也静静开始觉得 比起未来将可能一无所有的丢掉在北美的荒地 不如趁现在卖一些钱来的划算 1803年 张姆斯·门罗在劫匪区的派遣下 也来到了法国 加入进了构地的谈判队伍 虽然时任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 认为出售路易斯安娜会使法国彻底失去布局北美的机会 而极力反对出售路易斯安娜 但时局的不断变化在显示 法国人正在不断失去谈判的筹码 始于1791年的海地革命 让法国在美洲的军力进行疲态 同时英法双方对亚民合约的不遵守 也让英法两国间的萧英卫 开始变得愈发浓郁 总之多种因素的出现 拿破仑最终决定放弃在新大陆 重建新法兰西的计划 这一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后 美国最终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 获得了面积超200万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娜 这笔交易让当时的美国国土扩大了一倍 购地价格换算下来 每平方公里甚至还不到两美分 路易斯安娜购地案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其意义非同一般 就外部环境而言 得到路易斯安娜的同时 美国也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这无疑为北美未来的政治稳定 塑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而就美国自身发展而言 得到路易斯安娜以后 美国也从一个北美东部的银海小国 成长为了一个跨越大陆的大国 美国未来辽阔的版图 从此刻起有了一个基础的框架 版图的扩大也让美国国内市场同步扩大了 且还有来自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拥有在密西西比和流域的通行权力 对国内运输能力的强化 这些种种无疑都成为了 美国未来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助力 未来一个闪耀的工业强国 已经蓄势待发 虽然以后世的影光来看 购买路易斯安娜 可以说是一笔再划算不过的买卖了 但在当时的美国社会 却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笔买卖 作为共和党的反对党 林邦党人极力反对购地案 林邦党人认为总统和国会 无权购买国外土地 购地案以兼为信 此外 路易斯安娜购地案 美国表露出的扩张倾向 可能会导致美国未来 与西班牙和英国产生新的冲突 得到路易斯安娜以后 无论是原住民的问题 还是悬而未举的奴隶制问题 来自西部的新公民和新土地 也很可能会引发 新一轮的政局动荡 和社会矛盾的计划 总之反对者们认为 购买路易斯安娜必大于力 为了反对购地案 一批马赛诸塞州参议员 蒂摩西皮克林为首的联邦党议员 甚至还以退出联邦巷要挟 他们声称要组建一个 以时任副总统 艾伦伯尔为行政首脑的新邦领 以摆脱共和党腐朽的统治 虽然这场骚乱 最后在汉米尔顿的周旋下 被平定了下来 但因为汉米尔顿指控伯尔密谋叛变 以及私下里对后者的多次恶意攻击 伯尔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 向汉米尔顿发起了决斗 这场决斗的最后结果 是汉米尔顿身中致命强 并在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领帮胆子1800年大选失利受挫以后 再接汉米尔顿的离去 从此开始一蹶不振 至于在决斗中获胜的博尔 他的政治生涯也因此被断送了 1805年 博尔卸任副总统 随后开启了自己的西部之旅 1806年 有关博尔想要把西南地区 从和中国独立出去的传言 甚嚣成善 博尔的对手们 包括杰斐逊本人 都相信了这些传言 杰斐逊之后以叛国罪的名义 逮捕了博尔及其随从 不过 这场受全国关注的大案 因为充斥着各种阴谋论 美国最高法院 为避免叛国罪 成为政治迫害的工具 最高法院以没有充足的证据为理由 最后对博尔 做出了无罪判决 路易斯安娜购地案 除了给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以外 更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一系列的零锁反应 作为卖家的法国 在出售了路易斯安娜以后 他不仅向美国释放了一种善意 更重要的是 强大的法国人 得到了一笔实实在在的财富 现在 法国人准备用这笔意外之财 去撬动欧洲秩序 1803年 藉由双方对亚民合约的不满 英法再度爆发战争 1804年 拿破仑加冕称帝 面对拿破仑掌兴出的强大实力和野心 正常不已的欧洲各国 再次组进了反法同盟 而面对欧洲重新燃起的战火 美国自然是不想仓和的 但奈何世界太小 战火太晚 零星的火苗 还是窜到了美国人身上 由于英法两国 纷纷对对方实行了贸易封锁 这使得美国原先有利可图的海外贸易 能受了巨大损失 由于甚至交账的英法双方 需要粮食和战争物资 所以为了向这两个国家表示不满 美国于1807年 颁布了禁运法案 禁止国内商人与欧洲进行贸易 而还没等禁运法案 引起英法两国的警觉 美国国内倒是先爆发了抗议活动 很多老实的美国商人 因禁运法案而破产倒闭 走私活动 一时间变得非常残绝 由于禁运法案收效甚微 它在两年后被终止通商法令所取代 这部法令依旧禁止美国商人 与英法两国进行所有贸易 只允许美国与所谓的中立国家贸易 但很显然 在英法的干扰下 当时欧洲这些所谓的中立国家 早已无法履行 作为独立国家的主船职能了 在当时恶劣的海洋局势里 英国人显然要比法国人 做得更加过分 英国人除了扣押美国山船以外 还强险把美国山船上的船员 强征进了自己的军队 他们的理由是 这些人本来就是英国人 在与欧洲事务不断纠缠的过程中 杰斐逊的任期也迎来了结束 随后 美国的国家大使 被托付给了有着丰富外事经营 做了八年国务卿的 詹姆斯·麦迪逊 在鹰派人士的鼓动下 当然也为了维护美国的国家尊赢 1812年 美国宣布队因开战 第二次独立战争由此爆发 这场战争 前后持续了两年多 双方的战事 主要发生在大湖地区 加拿大边境 美国海岸 美国南部州 以及大西安地区 在战争初期 因为要分心在欧洲 应对主要的敌人法国 英国在北美的战事准备 不是很充足 因此美国在战争初期 捷报平传 不过 随着拿破仑 在1813年兵败莱比锡 美国人的好运也结束了 从欧洲战事抽身的英国 开始派进更多的兵力 增援北美战产 英国人甚至一度攻陷了美国的首都 华盛顿 美国总统釜底白宫 都被复制一句 虽然华盛顿只短暂沦陷了26个小时 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 第一次首都被外国军队攻占 如果不是拿破仑重返欧洲大陆 英美的这场战争 或许会持续的比想象中更加持久 当英国人开始不断在加拿大集结兵力 准备重新夺回反叛的美国各州之时 在一起的欧洲战事 迫使英国人又不得不再次把精力 放回那片充满是非的大陆 由于很难预料欧洲战事 未来会往怎样的方向发展 被多年平凡战事 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英国人决定 北美的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 所以在1814年12月 都不想继续战事的英美双方 在比利时 签署了跟特条约 北美的格局 重新回到了战前的样子 有趣的是 受限于当时的信息传播速度 在和解信息 传递到大洋彼岸之前 由安德鲁杰克逊率领的美军 在1815年1月的新奥两支战中 还获得了对英军的决定性胜利 当然了 这些合约之后的战争 并没有改变最后的结果 非要说美国人因此 获得了什么的话 那大概就是这个国家 急需的自信和希望吧 第二次独立战争 也给美国境内的印第安人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早从1809年开始 密西西比和流域的印第安人 为了阻止白人的不断扩张 收复西北地区 开始联合在了一起 造成了密西根到密西西比和一带 白人定居顶的一系列流血事件 英属加拿大也在这些冲突中 给予了印第安人许多援助 为事态的不断扩大 推波助澜 与此同时 佛罗里达的印第安人 也在边界地区 不断与南方白人发生冲突 而这些边境地区的系列冲突 也造就了在英美开战以前 美国国内的战争情绪 就已经非常高昂 尤其是那些怀有领土扩张热情的 激进民族主义者们 但英美开战以后 为了迫使印第安人就范 割让其领土 安德鲁杰克逊 曾对印第安人的一些部落 发起过残酷的反击 包括大肆屠杀部落中的男女老少等等 但英美战争结束以后 部落领袖的阵亡 英国盟友的撤军 遭受了致命打击 分奔离析的印第安人 此后再也无力抵抗美国人的西京运动了 而经过战争的洗礼 美国人似乎逐渐淡忘了 那些先驱们曾给过这个国家的建议和忠告 扩张的版图 再次被击退的英国 好像无论是多么巨大的困难 多么强大的敌人 终会被美国人击退和克服 而当这种自明不凡的信念开始出现 美国人在思想上的变化 又会使这个国家迎来怎样的变化